运动游戏耳机 著名颜色是冰又白 准心拆封带合 杨先生说他知道耳机是二手的 十付款78元 什么问题要退货 就是东西给我买的 我感觉的不喜欢嘛 9月21号的时候 那边快递到了地方 到哪里了 到了广东那边他们在拍送 拍送的时候 那边呢是要当面验货的嘛 当时当面验货呢 他拍了个视频给我 没有快递员当面验货 我就提出质疑了嘛 拼多多上的卖家拒绝退款 给出的原因是 买家退回的耳机 不是我们店铺的耳机 我们发货都是有出库记录的 这边也有当着快递员的面 录的开箱视频 从视频里面就可以看到 买家退回的耳机 SN码不一致 卖家还发来开箱视频 显示当时把收到的耳机 打开看了之后 又装了回去 再通过快递 远路退回杭州给杨先生 杨先生质疑的是 在开箱视频中 他没看到快递小哥 杨先生说 对方把耳机从深圳 退回杭州后 他也拒绝收件 并向顺丰快递 投诉了广东深圳站点 送货的快递小哥 有个负责人联系我 他说呢 我们快递小哥 每天那么多件 也比较忙 他说有些做的服务 肯定有点不到位 他说这个呢 你不管怎么说 对方嘛 拒绝宴会收货了 我把这钱我补给你 多少钱 78块钱 我货要不要无所谓的 你只要退我钱就行了 是不是 钱退的吗 钱没退 货还在他们这里 一行人赶到顺丰杭州林平抢私站点 我们对不让拍摄 然后我们有专门的 对接你们拍摄的 你先接待你的顾客 我这个件 我也说过 我是投诉 当时他发的视频 没有你们快递小哥的 你清楚这个事情吗 知道他双方来过 我跟他没说过一次 那他不说你们答应 要么78块钱给他 没给他呀 您不是对我们说了吧 你是对那边 那边的那边说了吧 对呀 但是你们属于一个顺丰 属于一个公司的呀 其实报告件不是他们这里讨厌你的 对那边 广东那边的 对顺丰 对 那边客户没有给你个答案吗 到现在那个人他一直也不回我 电话也不接 不接了吗 不接我都有记住的 你把他号码报告我打打看吧 杨先生提供了顺丰 广东深圳站点王经理的联系方式 记者用自己手机打了过去 对方马上就接了 你这边是哪里啊 我是浙江电视台的机子 对外业务的话 你联系我们公共事务组就可以了 好吧 喂 好吧 那你回答一下您的客户问题 那么杨先生购买了那副耳机究竟什么情况 目前耳机被卖家从广东深圳又寄回了浙江杭州 我们的摄像机拍下了杨先生的现场开箱视频 杨先生当场拆开包装 在拆的过程中发现要把耳机从塑料壳里取出比较困难 试了好几次 最后他只能把包装都扯破了 才把耳机拿出来 我们再来看卖家的开箱视频 当时卖家也是费了不少劲 才把耳机从这种椭圆形的塑料壳里拆出来 杨先生把耳机拿出来后 发现已经破了 耳机似乎脱胶了 露出了口子 一掰就掰开了 露出了里面的部件 再来看卖家当时的开箱视频 当时耳机拆出来后 似乎也露出了口子 但杨先生认为不明显 在和杨先生的对话中 卖家还发了一张照片 说他们的耳机是这样的 一侧有两个小孔 跟杨先生退回去的那副不一样 卖家的开箱视频显示 他们当时收到的耳机 已经露出了口子 这似乎能证实 就是退回给杨先生的这副耳机 但杨先生发现了疑点 他把视频再往前放 发现在卖家拆包裹的过程中 耳机还没有从椭圆形塑料壳中取出 当时出现了第三只手 把耳机连包装都拿走了 视频上看不见耳机了 之后那只手才回来 手里拿着椭圆形塑料壳 杨先生怀疑 这个时候耳机已经被调包了 而他纳闷的是 当时快递员明明不在场 卖家为何还撒谎 说是当着快递员的面 录的开箱视频 收到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开箱视频 我有个图片没有开箱视频 如果你当时有个开箱视频 就能证明你收到的耳机 是不是这种 对 那这个现在情况复杂了 这个复杂不复杂 我现在不想追究就这个东西 因为当时我没开箱视频 我也认 你现在的数据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数据主要就图书顺风 他那个人他不理我了 拼多多上的卖家 只能通过线上客服联系 目前对方已经不回应杨先生提出的任何问题了 拼多多方面也直接告诉杨先生 无法支持他的售后申请 现在收不清楚 是哪个问题的 到底是哪个环节 收不清楚 有可能是我说两性话 频道话 有可能是运输环节 有可能是那边商家给你调包 是有可能的 那你们呢 我们这边千层千冠的 这个可以叫的 耳机到底有没有被调包 目前疑点重重 杨师傅说 他没能力去侦破 他的诉求很简单 既然顺风答应 赔他78块钱 那就应该说到做到 他提供了两段录音 你们去签出的时候 为什么快递不在场 他当面验货的话 为什么快递不在场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收快递 是不是给你打个电话 也是不是可以找人贷钱 也是不是也可以直接 放进家门主的 有没有经历过 有啊 那就是什么 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把快递放在那里 他们自己就是拍个视频 就行了 不是说 我现在跟你讲的 不是说这个东西 你老是纠结这个 我跟你讲的意思就是 这个视频已经是很清晰 这个视频拿到任何地方 它是有法律效应的 杨先生说 这段录音录下的是 他跟顺风广东深圳站点 负责人的对话 他认为这段对话 对方承认卖家开箱时 快递小哥不在场 此外 对方认为卖家的开箱视频 很清晰 他认为不清晰 比如在卖家拆包裹的过程中 耳机还没有从 椭圆形塑料壳中取出 当时出现了第三只手 把耳机连包装都拿走了 当时视频上已经完全看不见耳机了 之后那只手才回来 手里拿着差不多的椭圆形塑料壳 不过我刚才跟那个王经理也聊过 王经理他就说 他也没有说完全承诺你了 他说这个我到时候 我直接就给你 他加我微信 叫我把截图什么都给他 你现在以给我打电话来说 他也没完全答复我 那你意思就是说 我们没签个合同了 没有签个合同了 因为你现在你没每一副一说完话 现在就说 说得模模两可的 没了 这个话谁说的 注意你这个人是谁 他没站脸的另外一个负责人 不是那个姓王的 对 姓王的不接我电话了 你就是 是个王经理答应你的 对 就是你刚才给我那个号码那个人 对 他答应我 但是我没 那微信里你刚才说了 他让你他加他微信 你截图发给他 微信打开我看 9月21号下午 杨先生通过微信 把卖家的开箱视频等材料 发给了顺丰深圳站点的王经理 到了晚上对方回复 这个视频我发给找你拿件的小哥 从视频初步判定 小哥表示 当时打包发货的就是这个包裹 但微信对话中 王经理并没有明确说 会赔偿杨先生78元 杨先生根据对方的回复 更加怀疑 卖家的开箱视频中出现的第三只手 顺丰速运公共事务部的李经理 给记者发来三段微信语音 征求他的同意后 记者把这三段语音 当场放给杨先生听 第一段语音确认顺丰方面会赔付杨先生78元 第二段语音是关于耳机调包的 深圳那边说拒收的一个理由 说杭州这边退回去的货不是他卖出去的东西 所以他那边拒收了 那这个就是他们交易 双方交易纠纷了 就是我们公司就不做介入了 目前杨先生最大的质疑是 顺丰广东深圳站点的那位王经理 为何不理自己了 还有一个他所谓就是加我们网点的主管的信息不回 因为主管那边他其实是没有理赔权限 就是最终这些理赔流程 还是我们理赔中心这边来跟进的 然后我看了一下整体他的跟进记录 其实是比较及时的 就是今天早上9点多又做了一次回访 昨天晚上也已经去跟客户都已经确认好了 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 就是说回访了吗 回访了我有几点我提出质疑啊 第一他回访没说一定赔给我 他就说给我登记一下 那去核实 那他说了这个他是没有理赔的前线的 但现在他们顺方目前是答应理赔给你 可以吧 可以 那就这样好了吗 好吧 好的 记者注意到杨先生是开着私家车到站点的 特意拍摄了他上车的过程 上车 这样就证明你不是为了这个东西七十八块钱去造假 有车的人无所谓的 好 开走吧 小鹏是吧 嗯 再见 之后杨先生告诉记者 顺丰已经把钱赔给他了 至于那副耳机因为已经破了 他扔掉了 1818黄金眼镜这报道 帮人